大家好,我是Stella 今天又到了我的彩妆分享时间 最近我们出门都是要戴着口罩的嘛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 戴着口罩出门可以垫死人的彩妆 重点是不会弄到我们的口罩脏兮兮的哦 首先,底妆我会采用韩国的Kana气垫 首先,我是被它的外形给吸引的 它的颜值真的是100分 打开来的时候,它的气垫盒是有自带LED灯的 所以呢,即使我在一个很暗的地方下 我都可以补妆哦 再来,这款气垫,我很喜欢它非常的轻薄 涂上去的时候,它的感觉是很有水光感的 遮瑕度也很OK 而且它不会弄脏我们的口罩哦 我们戴着口罩出门的时候 不会弄到整个口罩都是那个粉底的颜色 底妆完成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会用这个 我在韩国刚刚买回来的 East Boy的眼影盒 这盒呢,它叫做Pitch Alight 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 它是以橘色为主题的 你看,它的颜色是bling bling的 而且它一盒就可以搞定我整张脸哦 不相信,赶快来看看吧 首先我会先用这个棕色当眉粉 在我眉头空洞的地方补上颜色 它的颜色很自然哦 眉毛搞定了之后呢 我会用这个浅色 把亮我的眼窝 做个打底色 接下来我会用这个颜色 上在我的眼头到眼尾的三分之一组 再来我会用这个最深的颜色 再来我会用这个最深的颜色 上在我的眼尾 用blending的方式 打圈 眼睛马上放大有神哦 再来我会用这个深的颜色 上色我会采用少量多次的手法 就不会一下子下手太重哦 然后同样的用这个深色 涂在我的下眼线 眼尾的部分 放着眼泛 接下来我会用这个亮色 打亮我的眼头 我喜欢在眼头的这个地方 放blink blink的颜色 我喜欢在眼头的这个地方 放blink blink的颜色 我会用这个亮色 打亮我的眼头 我喜欢在眼头的这个地方 放blink blink的颜色 这样我的指腹沾一点 在我的眼球上方 这样的砸眼睛的时候呢 它就有灵灵的这个感觉 轻轻的站在这里 眼影上好了之后 我会先夹睫毛 用睫毛夹 轻轻的夹一下 再往上翘 大概三秒 一二三 完成 记得呢在夹睫毛的时候啊 一定要先感受一下 有没有夹到肉 再夹下去哦 不然就悲剧了 接下来我会用眼线笔来换内眼线 在我的睫毛根部 画了那眼线之后呢 双眼马上看起来更有神咯 接下来我会把外眼线 外眼线我会用眼线液 在我的睫毛根部 那眼线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型 也能够让我们的双眼看起来更大 更有神咯 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会上睫毛膏 通常呢我在上睫毛膏之前 我会先用这一个Lash Primer Lash Primer它主要的功效 它其实是透明的 但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睫毛 让我们的睫毛在经常夹 或者是涂了Mascara之后 要卸妆的时候呢 它就这么容易断掉 它也可以让我的睫毛更浓密哦 用这样ZIG ZAG的方式 下睫毛也来一点 它是透明没有颜色的 上完了Lash Primer之后 我就会用这一个睫毛膏 睫毛膏我用的这一款它是防水的 所以就算流眼泪它也不会让我变成熊猫眼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刷毛 它是根根分明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我在上睫毛的时候 它不会让我的睫毛变成蟑螂角 全部纠结在一起 它能够营造这样子根根分明的睫毛 它能够营造这样子根根分明的睫毛 还下睫毛 那现在我的眼妆就完成啦 接下来呢我就要上腮红 腮红会用这一个颜色 它是比较自然的橘色 就打在我这个锁骨的地方 腮红可以让我们的脸看起来呢 有修容的效果 脸瞬间变小了 有没有看到 而且它可以让我看起来很好气色 就打在这里 我也会上一点点 在我的鼻梁上 比较寒细的感觉 然后呢 我再沾一点点这个金粉亮色 打在我的鼻梁上 当做提亮 还有打在我的苹果肌 是不是整个感觉很好气色啊 再沾一点点 在我的鼻头上面 你以为就这样子完成了吗 不是 还有我的口红 我会用致腹沾一点这个颜色 沾一点点在锁骨上 反正熟门都要戴口罩嘛 但是呢 又不能让我的嘴唇完全没有颜色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啦 喜欢我的分享吗 记得按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哦 接下来我会和大家分享更多 关于韩国的彩妆 以及时尚潮流资讯 让你不用出国 也可以走在时尚潮流尖端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